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有兩件事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事是關於檢測收費 最主要是跟大家討論一些內容 因為直到現在我發現我身邊的人 甚至乎我的家人 大家對於將來的收費檢測 以及怎樣才免費 甚至乎不填寫資料 我發現太多人對這件事出現了誤解 甚至乎安心出行中 有一個位置是給大家輸入個人資料 準備預約這件事 亦有很多人搞錯了 這個介面的真正容易 所以作為一個資訊性的節目 跟大家排除疑難 告訴大家最正確的資訊 另外第二件新聞是關於立場新聞 因為立場新聞現在因為 一些煽動性的文章被人告 但是有部分的煽動性文章 可能是可以逃過一劫 逃過一劫的原因是 因為超了時 超了法定的時限 去進行一個提控 去進行一個控告 所以有些文章 似乎就算是真煽動也好 還是踩著紅線也好 都沒有辦法將它入罪 這件事對於立場新聞被人告的那班人來說 他們當然是輸了一口氣 但是這件事 如果真的成了事的話 從一個宏觀角度去看 是牽涉到很多其他黃色的Youtuber 因為在三年前的香港 在兩年前的香港 有很多黃KOL 是拍了很多很煽動性的影片 如果同樣地 都是因為時間問題 所以沒有去檢控 或者是因為這樣而檢控不了 代表沒有天理 曾經有很多透過煽動小孩去做事 說了很多傷天害你說話的人 似乎大家沒有辦法將他們定罪 不過這件事還未有個結果 因為先不怕劇透 是明天法官才去審 但是正正是這件事 我都覺得在審之前 先跟大家分析定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最後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首先說檢測那方面的硬性資料 香港政府早前就指 社區檢測中心 會繼續為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市民 和特定群組的合資格人士 提供免費檢測 但是相關市民需要在11月8日之後 每當你需要用免費服務的時候 你就需要在網上預約 或者用安心出行入面的檢測登記碼 進行登記 但是在網上有人發放不實的資訊 最遲一定要在10月內登記 如果不是 就算將來強制檢測都需要收錢 有前區議員提醒大家 這件事是不實訊息 指有心人想將這兩樣服務撈亂 讓大家恐慌 根據網上留言 你要登記了才可以做免費核酸檢測 如果不是就要收錢 強檢也一樣收錢 並且說 今天 10月31日 就是最後登記日子 有不少市民 包括我自己 我都收到有人發了這些訊息給我 但我知道都不是真的 所以我就水過壓背就算了 事實上 政府早前 一早發了新聞稿 解釋清楚 還有特定群組符合資格的人 我都在這裡說一說名單 因為之前有觀眾問我 我還要答錯了他 在這條片上 直接說 如果你是屬於這類型的人士 你就不需要太過擔心 例如那些在院舍工作 在機場工作 在動房工作 還有去公立醫院 或者院舍探訪人士 還有長者 還有自願檢測的人士 其實都可以去到時 過了11月8日之後 就去預約免費的服務 其實很簡單 究竟什麼人才需要收錢呢 你如果想快的話 你就要付錢 其實只要你肯付錢的話 只要你沒有染疫 就會在限定時間之內 就會把結果告訴你 但是 如果你是不想付錢 又或者你覺得 我根本是不需要付錢的那些人 你去做檢測 不用付錢沒問題 但是你收到結果的那個時間 就變相沒有保障 因為對於某些人來說 時間就是金錢 可能他真的需要在12小時內 收到結果之後 他要去出席某些活動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這個需要 那就不用付錢 所以大家主要都是去想想 自己急不急 不急的話 就上網登記 因為最後那個特定人士群組 是說著自願檢測人士 即是說著 我喉嚨痛 但是我驗過 即是用快速檢測驗過 發現自己沒事 但是我信不過那隻牌子的檢測棒 那你就可以去登記 自願檢測人士這一部分 再去用一個免費的檢測 由真正的公司 那些科技去幫你處理好它 還有我再分享多一點個人經驗 即是安心出行 有一格東西 是給大家去填寫自己的個人資料 但是 不是說你現在不去填寫 裡面的東西 就代表了以後要收錢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版面 就是叫你填身份證 住邊 手提電話 什麼資料都要填寫 其實你在裡面填寫了資料之後 是代表了你之後 是不需要再去填這個資料 不是說你限時之內一定要去填 因為就算你不能用手機也好 你用網上預約 你沒有那麼方便 最多就是把自己的個人資料再打多一次 因為我家人很緊張 就是說我安心出行入了資料沒有 快點進去 你不進去的話 那你就要收錢 我看到它這麼疼心 又這麼害怕 我又不好意思 當場就告訴它 其實不用急 因為有時候 跟家人說話是這樣 你解釋了 他們亂亂又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索性就說 是呀是呀 我現在幫你填進去 我免得解釋這麼多 但我發現 原來有這種誤解的東西 不單是我家人 是很多人都覺得 安心出行的東西不填就死了 沒有的 絕對不是呀 安心出行的東西 就算你不填也好 最多說你遲些去預約的時候 麻煩一點點 你要再打多一次自己的資料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大家就無需要過分恐慌 另外最後一件事 想提醒大家 就是為什麼會有些騙徒 開始發放一些謠言 就是大家一定要填資料 因為我擔心 我擔心有騙徒賺食 就是說 他發這些謠言出來之後 他下面貼一條超連結 接著就是說 我為你好 你快點進去登記 大家普遍的腦裡就會覺得 對呀 早又要填 遲又要填 現在有五分鐘有空 填完資料先 按下給你的超連結 裡面可能就是 可能有些立心不良的人 就會特意做一些假網站 把介面做到跟政府的介面差不多 然後讓你填你的個人資料 這樣做的話 就真的相當危險 因為其實安心出行裡面 都是要你填的私人資料比較多 要填完所有身份證 然後又要填電話號碼 姓名 還有你住哪裡 全部都要填完的 如果你真的在正規的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填 那當然沒問題 但是騙徒 他們如果有心做的話 到時他拿完你的資料 然後聰明那幫騙徒 他們去作些故事 去騙你 去騙你 要去騙你錢的話 我夠膽說 十個有八個人是會中招的 因為他能夠說得出你很多 私人資料的狀況之下 大多數個腦都會被他騙了 就算那時候他說自己是警察也好 說自己是國安也好 很多人會相信他 然後從而中招 不小心又不知被騙了多少錢 也是因為這原因 所以提醒一下大家 總之誰跟你說 不填就要罰錢的人 小心點 隨時是騙徒作出來 下面條超連結 是哄你個人資料的騙局 去回今天想跟大家說的新聞 關於立場新聞 立場新聞被指發佈煽動性的文章 他的總編輯還有其他人一起被告 事件就在今日在區域法院開審 原本這宗案件是交由法官謝審智慧去處理的 但是今天一早就轉了法官 轉了國委建議去聽審 解釋原因就是 因為謝審法官因為疫情的需要 所以正在隔離當中 未能夠如期去處理這宗案 所以就改了第二個法官做主審 並且首先處理了部分的法律爭辯 辯方律師就說 本案所牽涉的控罪文章發佈是說 這篇文章已經出了半年之後才提控 在今次涉案的17篇 懷疑煽動文章 當中的時間是橫跨了18個月 有10篇文章明顯是超越了這個期限 認為那些已經超越了期限的文章 不應該被去考慮 並且強調傳媒是有監察社會的責任 至於辯方的資深大律師余若薇說 會就這宗案件提出三個法律爭議 包括部分的文章已經超越了檢控時限 控方需要證明被告的犯罪意圖 和控罪的合憲性等等 至於主控的法官說 本案是具有持續性的串謀控罪 所以條例當中所說的時限並不適用 但是余若薇反指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59D條 所提及的六個月檢控時間限制 認為控方可以繼續提告中被告 但不可以用那些 即是超出了時間限制的文章 作為檢控基礎 另外控方就著犯罪意圖和條文的合憲性 控方認為犯罪意圖和刊物的內容 還有被告的言行有關 即使控方不需要證實被告本人有煽動意圖 只是需要證明被告知道他的言行和刊物有煽動性便可以 辯方說控方的說法或使控罪不合憲 條例太過模糊不清晰 質疑違反了《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 其實我自己讀到這裏 我都知道有很多法律的事很複雜 總之太複雜的事我就不說了 總之圍繞了究竟這篇文章是否超時 以及是否需要控方要去做更多的事才能入罪 相關這三樣的法律爭吵觀點 將會在明天早上由法官作出裁決 總之明天就會增相大白 我自己比較重視的是 是否超過六個月後的文章就不可以用呢 因為大家有時看到很多黃絲黑布KOL 他們的影片可能是真的隔了一年隔了兩年 我們才有機會透過Youtube的演算法才無緣無故看到 又或者我特意去搜證的時候才發現 不是呀!這個人一年之前發表過煽動影片 如果明天裁決出來的法律爭吵點是不理想的 真的覺得原來過了六個月的東西沒得用的話 變相就算我們這麼努力去找黃絲黑布他們的犯罪證據也好 隨時就是因為我們太遲去做一個舉報 而令到所有事情變得無效 所以明天的裁決 萬一結果不理想 就會令到有很多黃人 可以繼續安枕無憂地繼續做事做下去 舉個例子 像蕭若元一樣 他由19年至今 我相信他這麼多條片 我不會說每一條都是煽動的 但是我肯定有心找的話 他一定有不少的影片是涉及煽動的 但是蕭若元突然說退休 然後他休息了半年之後 再搭飛機回來香港 那是不是代表了 因為隔了半年 他所有的影片已經是半年前出的 是否代表了已經是沒辦法再去捉到他 然後他就可以大搖大擺地回來香港呢 還有半年的時間 話長不長話短不短 但是對於那群 透過散播煽動性的影片言論文章 而牟利的人來說 其實他們在19年都賺夠了 甚至乎有些人在19年都賺夠了 而現在還要每天繼續賺錢 那對於那群人來說 他們為了逃避法律責任的話 你叫他們 即是他們本身都是收着黑錢做事 每個人拿著幾十萬 甚至乎拿幾百萬 去到外國住半年之後再回來香港的話 那到時候他們不是很著手 所以明天的判決真的相當重要 關於控罪的合憲性 亦會增加了將來控方起訴他人的難度 一句話說 就算你的文章已經在時限控告你也好 但又說要控方再去證實他當刻心裡想什麼才可以去告他 而不是因為他篇文章有煽動言論就可以去告他 即是控方間接又要用其他手段發生一個毒心神探才可以去告一個人的煽動罪 如果這件事又是能夠通過的話 對於黃絲黑暴來說他們又是多了半個法律防禦罩 因為你的起訴難度越來越高的話便會守正越來越困難 當中一定是會有流亡之餘 還有剛才提到的走老黃絲 蕭若元明顯就是走老黃絲 其實香港第二大的黃絲台 我相信有部份觀眾都知道 他好像昨天都出了條片說要離開香港 我自己就真的很看不過眼 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明顯乾犯了煽動罪的人 在以前透過唱衰中國發財又買樓 然後反而是這群人可以無病無痛地離開中國 但又繼續在賺中國香港的錢 但這件事我阻止不了 因為香港很多蠢人 最起碼明面上有200萬個蠢人 暗地裡還有多少呢? 這些都不知道的 有時候看到蠢人 在一個自願願意被羞辱的情況下 繼續去幫這些人賺錢 還要說 這個人其實就足智多謀 薄學多才 風趣幽默 轉數很快 什麼都懂 我有時候就真的很慨嘆 為什麼香港會有這麼多騙徒 有時候都是歸咎於香港太多蠢人 以前小時候我經常以為蠢人是佔社會的少數 因為我會覺得 你一個人不聰明的話 你根本無法在社會生存 你根本無法在社會養活自己 還要說養活了整個家庭 但是自從19年之後 我發現原來一個人聰明和蠢 其實跟他在社會獲得的成就 他能夠獲取的月薪 似乎關係沒有那麼大 因為我自己是認識一些人 我以前做護士的時候 我知道有些師兄 在私家醫院工作 沒錯 他在自己專業行業領域上 在護理方面很厲害 一個人可以頂到兩個人份量 決策又做得很好 但是不代表這個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 或者是一些做人的價值觀 待人接物 處事 良知的問題方面 是能夠讓其他人看得更正確 和看得更好 好了 不小心說遠了 我們繼續說回《立場新聞》文章 這單案件 大家都知道《立場新聞》不是最大的黃媒 就是《蘋果日報》 還有《蘋果日報》 還有《蘋果日報》本身 都有很多的煽動性文章 他們之前有個總編輯 還是不知道什麼人 想著坐飛機走的時候 都馬上被警察踏回頭 大家都知道《蘋果日報》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煽動性文章 但是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最踩界、最犯法的事情 一定是2019年年尾發生的 到了2020年7月 《國安法》成立之後 普遍上人們的言論已經是溫和了 或者是戴上頭盔 再不是用另類手法去發表他們的言論 但是現在都2022年 過多兩個月都2023年 就這樣從今天開始看回半年之前 其實已經沒有人再明目張膽去說一些煽動性的言論 每個人都會玩包裝的 例如說 我這個中國新聞快訊 我負責讀其他網站的新聞 犯法你拘捕其他人 我讀新聞 除了錢我賺光之外 責任就外判了 不關我的事 大把人就是用一個推卸責任 用一個假 假裝不是煽動的方式 又是繼續抹黑 現在是真的不希望那些曾經煽動過的人 是能夠走到的 其實我認為最理想的狀況就是 哪怕是十年之後 現在是2032年 只要警方找到證據 或者有其他熱心的網民 正常網民找到證據 再去落份口供 即是說 就算你十年前是說過煽動言論也好 不會說因為有時限 所以你就可以脫掉一條罪 照樣都是要坐牢 亦都不可以說 我19年黃的 我現在中立的 那不要拘捕我 不可以這樣說 除非這些人 坐完牢 接受了因為煽動之後的懲罰 那他坐完牢出來了 那他喜歡說什麼都可以 其實我覺得煽動性言論這件事 應該要跟最嚴重的謀殺案 是看齊的 因為像殺人這類案件 沒有時間限制 如果找到的 你30年前做過這些事情 照樣抓你 其實我覺得煽動言論 那些一定要看齊的 因為大家想像一下 其實現在有很多19歲 22歲坐牢的年輕 就是讓那些在拍片的人煽動 我個人感受來說 我是挺同情那些年輕 因為稍微年輕的時候 甚至沒有那麼成熟 特別是身臟力見的男性 其實思維都沒有那麼成熟 真的很容易 看到拍片的人 就當他們是偶像 他們說什麼都當是真理 然後被人捕了出來 結果所有的罪責就是自己背 還有自己的家人 就圍在一起哭 但是拍片的人 哈哈 繼續裝沒事 我不知道 唸新聞而已 又是繼續在那些小孩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冷氣軍師 比起現在坐牢的那些黑暴小孩 是來得更加可恨 還有 關於辯方 他就說 傳媒有監察社會責任 我是支持的 因為我自己在拍片 我自己在分享時事 其實都算是監察社會的一份指 適當的言論自由 是很重要的 例如說 政府有什麼做得不好 例如說 將來真的在防疫上 搞到民怨沸騰 你都要給個機會 就是給我們市民 去分享自己的意見 對嗎 還有傳媒是一個最直接的方法 可以把最底層的市民聲音 是無阻 直接上去 讓官員決策者能夠聽到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說 有立法會議員就可以了 你跟立法會議員說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說立法會議員 只是跟你玩個遊戲 叫以我傳我 將同一句說話 隔三十幾個人去說 最後整句說話的意思都不同了 更何況你隔著的那個是立法會議員本身 立法會議員和小市民身份已經有差別 每一個立法會議員背後 他都有屬於自己的政黨 其實沒有政黨都可以算是一種政治立場 一種政治背景 大家就會明白 每個人背後都會有他擅長的領域 不同的利益考量 所以就算有些說話是小市民 去跟立法會議員說的 但是都未必代表真真正正能夠 反映給政府知道 有時候是傳媒才會來得更快去處理 就像去年十二月的美華事件一樣 又是靠傳媒而已 如果你說去靠跟議員說 你覺得這件事能不能夠善終 能不能夠處理得這麼好 就是大家心照 但是言論自由還言論自由 監測社會監測政府還監測社會 但是絕對就不是立場新聞和蘋果新聞這一種 有很多黃絲也藉著這則新聞 又在腦屈就說 香港沒有言論自由 其實我絕對不同意 因為如果香港真的沒有言論自由的話 其實那些黃台 那些還在香港亂說話那些人 一早就被人拘捕了 甚至乎 有一個不是黃台 不是黃色台 但是他都比較直接去罵政府 如果真的沒有言論自由 那個人那個Youtuber一早就被人拘捕了 是不是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香港是充滿言論自由 甚至乎言論自由過大 他居然被內容農場的黃台 每天在講假新聞 老作新聞去賺大錢 放在我自己 我是接受不了 所以為什麼我出的片 每天只出三條 因為有良心 真的新聞 有時候就沒有那麼吸引 但是假的新聞 你作故事就說 那個藝人好像快要死 你天天作假新聞 天天爆炸標題 再加上 香港的蠢人是很有趣的 正常人來說 我作假標題 我騙了你一次 我最多騙你三次 你以後都不看我 但是蠢人很有趣 他們每次就是 那個標題那麼誇張 你騙人的 我知道你騙我 但是我每天每個月 每年都很喜歡 進去看那個人的影片 這些有時候就真的是智力問題 奈何 這些以騙人為新的言論自由 香港政府都仍然包容他們 我覺得太過絕對了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今集的節目 期待明天法官的判決 雖然好像在免針紙上面那件事 哇 法官又批給福核王 什麼都好像給了福核王 希望明天法官所批出來的東西 能夠給到一個滿意的答案 給我們正常人 好了 今集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明天早上再見 好 就是這樣 拜拜